114年的全运会将在云林盛大展开 日前筹备处在斗南田径场正式揭牌 预计会投入超过2亿元经费来整修 提升各县有竞赛场馆的品质 以符合办理全国赛会的需求 另外县府也会自筹15亿元 来新建符合国际级规格的田径场作为主场馆 预计将可容纳1万5千人到场观赛 回归20年 云林县将在114年办理全国运动会 在12月27号在云林斗南田径场 进行筹备处的接牌典礼 教育部体育署组长兰坤田表示 云林县政府在110年全中运的成功办理 也让体育署来核定114年的全国运动会 由云林县政府接手办理权 因为都有体会到整个全中运办理得非常成功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时在评估 整个的114的全运会的时候 所有的与会的评估委员就一致来支持 我们张县长114的全运会 我们都一致来支持 我们特别筹设了六部三十一主 那今天特别把我们全国运动会的筹备会成立 那同时也是一个接牌仪式 同时为了替云林争取好成绩 从111年开始 云林县政府针对全运会基优选手 进行相关的培训计划 不只增聘20位专任运动教练 更针对最近一届全运会独牌选手 发放每个月六千元到两万五千元的补助经费 总计有11个项目52位选手受益 希望能够在全国运动会拿到好成绩 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不只是聘任了20位的专业教练 同时我们针对最近一次全国运动会表现非常优秀 结束的这些选手 我们给予培训计划 那从111年的6月就开始了 所以我想我们要让我们选手没有后顾之忧 而且能够发挥他们的潜力 另外云林县政府自筹15亿 将在湖北高铁特定区 来新建符合国际规格的全新体育场 预计可以容纳一万五千人到场关赛 马上进行各项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我想最主要的是一个时间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这一次兴建了一个国际标准 而且是符合A级的这个田径厂 那将来是可以办国际赛会 就在我们高铁特定区离车站不远的地方 那有一万五千个这个观众席 那目前已经动工了 那预计在114年的7月10号会完工 欢迎到时全国喜欢运动的朋友来园林 一起迎接114年的全国运动会 记者丁佩云的现场报道